就傳出說跟他結婚他怕蘇緣吃醋 他呢 帶蘇緣回去東莞祭祖啦 回到香港啦 媒體去跟拍他 狗仔緊迫丁人 完全沒有拍到羅家友去看他的兒子 沒有見兒子就被指說 你這個老爸 你這麼去香港 去到大陸去結婚這麼久 回到香港來 你居然不去看你兒子 怎麼會這樣 沒有嘛 我結婚了嘛 對啊 我這樣我老婆會不爽啊 我怕我老婆不高興嘛 有什麼可能再回去見呢 對啊 所以如果真子丹也是這樣 那你看看 怎麼會這樣呢 對啊怎麼都是一樣的故事喔 再爆一個八卦 香港媒體再加碼 加碼什麼你知道 什麼 他講說 為了要營造 我哪是那種惡毒的女人 我怎麼可能會限制我老公去看他兒子 要求方敏儀 跟這個蘇緣來一個吃飯 來一個飯局 真的 然後請媒體來拍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請媒體來拍 來就是請吃就吃飯 天啊 而且呢還要和樂融融啊 兩個交談盛歡這樣 強人所難 對你以為方敏儀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對而且我跟你已經沒有關係 我為什麼要幫你 我家人告訴他 我家人告訴他 我原本給你的贊養費嘛 一百多萬是一個月一萬兩千塊的港幣 但是你還跟他碰個面呢 我給你兩萬 加碼到兩萬 金錢交易啊 對 加碼到兩萬哦 所以你要不要來呢 那這個方明一不得已嘛 不然我要八千塊港幣 你換一下台幣 三萬多塊耶 是不是要去 他就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為什麼羅家良會被千夫所指 雖然我們兩相對照 這個女的的確漂亮 的確加世背景 然後又年輕 但是你這樣子 落得現代城市美的罵名 這不是 這何福呢 對不對 對啊我覺得大老婆真的好可憐 對我覺得不管了 如果你真的是跟方明一 像你講的那樣 我們真的是空氣了 彼此當空氣平行線了 那你好歹久一點嘛 對啊 可能兩三年再娶 做演做漂亮的一面 然後你還是要去關心你的兒子嘛 對不對 對啊 不要落人口水 也要演戲啊 真的太急了 接下來有一個人也很急哦 盛梅潔 最近呢 跟這個張子儀 高調承認戀情的這個汪峰 他自爆嘛 九月份自爆不是他離婚嗎 但是最近 欸 他的前妻就出來指控他說 哎呀 他在結婚的時候 就一直偷吃外遇不斷啊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最近終於看到汪峰 我是說台灣的觀眾朋友 其實汪峰在中國有音樂教父之稱 而且他在這個好聲音裡面 這個導師非常亮眼 是 好有魅力 尤其他的音樂 音樂真的很有魅力 他本人也很有魅力 但是呢 整個故事的緣起 我先說了 今年的九月十三號 發生一個大地震 是因為李亞棚跟王菲 他們宣布離婚了 離婚啦 可是就在同一天 汪峰也在他的微博 自爆啊 對啊 而且他寫了一段話呢 我唸一下 終於告別了曾經的那些煩憂的紛爭 好文青喔 終於可以跟過往的尋爛的虛脫 虛妄說一聲再見 叫書袋 哦 絕望 記者就問了他的經紀人 經紀人就證實說離婚了 好 很妙在於喔 那很多藝人說離婚了 你就會問說原因是什麼嘛 對啊 可是很多媒體問說 離婚了 跟誰 真的啊 他有紀錄的 真的啊 他紀錄很揮華 還有跟誰啊 跟誰啊 跟誰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一段呢 大家就會覺得 對 跟誰 但是到底跟誰 我待會說 我先小小講一下 汪峰一宣告他單身之後呢 七月多 其實七月多的時候就有一個人 嗯 在微博上呢 就說了一段話 說 嗯 其實巧克力真的有一種魔力耶 巧克力 可以讓你感到幸福 嗯 這個人是張子儀 那當時大家 可是他說這話也還好吧 可是大家都以為那個巧克力啊 是薩貝寧嘛 哦 對 對 可是推的時間不對 薩貝寧那時候跟他已經分手了 分手了 那誰是巧克力呢 對啊 誰 有人 巧克力自己就在微博上說了一段話 哦 他說什麼 巧克力就自己講 我只是覺得 我應該走上這條路 什麼路啊 我只是覺得 你就在那光的深處等著我 光的深處 是燈塔嗎 哈哈哈 巧克力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男主角 汪峰 哦 所以汪峰跟張子儀 又說在美國手親手被拍到 又說在上海吃飯被拍到 嗯 又說兩個人高調的曬恩愛 OK啦 反正他們單身了 嗯 但是汪峰 為了要拋卻那 令人煩憂的一切 你不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對啊 對不對 好 他說他離婚了 那個忘卻的煩憂 那個虛妄就自己跳出來了 怎麼會 你今天講我是煩憂 對不對 你講我是虛妄的一切 是吧 跟你拼了 告訴你我叫康座如 怎麼樣 跟你拼了 來了 他的太太就直接在微博上說了 哦 好狠哦 沒錯就是我 他說他一直說汪峰 你這樣子直接講了我們離婚的事情 你破壞了我正常的生活 然後他就開始控訴了 原來的確 康座如小姐跟汪峰在一起快六年的時間 哇 今年三月八號 康座如才生了一個寶寶 才八個月還在餵奶 三月才生 對 汪峰 汪峰就主動跟法院要訴請離婚 怎麼會這樣 所以九月的時候他們終於離了婚 所以汪峰一高興之下就寫了這篇文章 那康座如就氣不過了 天啊 他就娓娓道來了 他說我們在一起這麼久 你一直不願意承認你已經結過婚 你的隱婚我也忍耐了 我忍耐了我不做愛說 我是為了保護你的演藝事業 這個很偉大 隱婚耶 對一個女人來講 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對啊 我作為妻子 我作為母親 我認為我都做得很好 是啊 可是你今天這樣對待我 你打亂了我平常的生活 我正常的生活 所有人都在問我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本來不想講的 聽到我都三起趕快 好 最後一段最重要 我有證據證明 你跟我在婚姻的狀態的時候 汪峰先生 你跟其他的女生 而且多位女子 有男女關係 天啊 我有證據 聽到我都三起趕快來說什麼 好 最後一段最重要 我有證據證明 你跟我在婚姻的狀態的時候 汪峰先生 你跟其他的女生 而且多位女子 蛤 多位 有男女關係 天啊 我有證據 天啊 誰叫你要說我是你煩憂的 你看看吧 女人就是不能被激的 幫我了 就不應該說嘛 對不對 擺脫什麼妄念 什麼叫妄念啊 對啊 不氣不氣不氣 來 來來來 因為康作如這樣一講 怎麼會這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他就想要追啦 好 原來汪峰跟康 這個康作如小姐 的確是圈外人 他只是做一般的生意的 跟汪峰在一起之後 也的確像夫教子 生了一個女兒 那現在汪峰覺得 他想要脫離這個婚姻的狀況 所以跟他離了婚 那OK 可是原來 其實他不只這一段 花花草草 也不只說 在跟康作如在一起的時候 就跟別的女生有曖昧 他前面有兩段感情 可精彩了 怎樣啊 我就說有一款男人 真的他的愛情 是午後雷震雨 午後雷震雨 來得快去得快 還給你一道彩虹 什麼鬼啊 汪峰就是 很多年以前 第一任的婚姻呢 這個女生叫齊丹 齊丹 四川的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 對 汪峰愛上這個齊丹之後 不得了 他從北京飛到四川 幫他提箱子 站在他旁邊 就看著齊丹 好 愛這個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出外景 他就在旁邊 幫他接電話 跟他一塊吃飯和 兩個人就愛上了 談戀愛談了四年 一年最後離婚了 哪 怎麼搞的啊 性格不合 都是同樣的理由 因為男人的愛情保健期 比較短嘛 對啊性格不合也不是愛情 你知道汪峰我剛剛說很有魅力 他有一次在一個談話性節目 認識了一個來賓 那個來賓很妙 他是個嫩模 叫葛惠傑 葛惠傑 汪峰認識葛惠傑的時候 葛惠傑只有幾歲 十六歲 十六歲 很年耶 嫩模 太年輕了吧 葛惠傑十七歲的時候 就跟汪峰談戀愛了 十九歲就幫汪峰生下小蘋果啦 他們有生下一個女兒 可是各位 他並不是汪峰的妻子 因為後來葛惠傑有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說他們並沒有結婚 看一下這照片 美不美 超有個性的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 有型的一個模特兒 有型 旁邊這個是葛惠傑在十九歲的時候 他們生下了小蘋果 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呢 汪峰跟大家講說 個性不合 對 要是個性不合 每次都這樣講 他說這女孩啊 怎麼能做媽呢 他每天都在那個電腦前面玩遊戲 他怎麼做媽啊 沒錯 因為這女孩子只有十九歲 你要他當媽媽 他也真的是做不來 好 好兩個人就分手了嘛 嗯 可是最近其實葛惠傑上一個節目說 根本就不是這樣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大肚子的時候 他已經劈腿了 蛤 天啊 他不但劈腿 害得我在剩下小蘋果之後 我曾經自殘了好幾次 蛤 汪峰傷害我好深喔 天啊 好主持人又問了說 那你有後悔剩下小蘋果嗎 嗯 我不後悔 再來一次 我還是要剩下蘋果 天啊 那主持人就問說 那表示你是不是還愛著汪峰 嗯 是嗎 天啊 才會勝啊 忠忠忠忠忠忠忠魅力太大了吧 真的不要隨便去上好聲音 我也不會 然後可能我唱歌很難聽 就是像我們今天講的幾款男人啊 他們今天會被大家抨擊也是因為太有魅力 我相信這個梁靜慈對曾子丹還是有那種感情在 而且今天的故事全部都是因為心歡而拋棄舊愛 對啊 這故事聽起來真的讓我好生氣啊 年紀啊 同樣跟曾子丹一樣也是武打明星的這個李連傑 大家都知道嘛 他跟他的老婆麗芝A先過著非常的幸福很好 但是聽說當初他也是因為立志而拋棄他的遭崗期的不是嗎 對 李連傑形象多麼好啊 公夫皇帝他還曾經那個基金會到處去救援啊 有災難他就會到 做的形象這麼的好 然後國際巨星 他是講說他現任太太立志非常漂亮嘛 他曾經講我為了立志 我命都可以不要哦 我可以為他死 真的很愛他哦 可是大家知道他有前一段婚姻 前一段婚姻是他青梅如馬的一起長大的叫黃秋燕 黃秋燕 黃秋燕那段婚姻是怎樣 這個黃秋燕啊 其實在離婚之後他曾經啊 崩潰 甚至於他說他活不下去 哇 人家傷多重啊 他為了立志可以不要生命 可是黃秋燕那時候離婚是差點 黃秋燕是活不下去耶 這些男人魅力有這麼大耶 對啊 怎麼會要死要活的耶 這搞什麼啊 這個是黃秋燕 哦 他們是青梅如馬 其實我常看少林寺的時候 對 跟李連傑有點像耶 對 他們是師兄妹 哦 師兄妹 對 有像啊 這個哦 他們要話說到二十多年前 嗯 他們青梅竹馬 就是說他們從小是一起長大 就在少林寺練功啊 這個黃秋燕比他大個兩歲 哦 也是幾年啦 可是這個青梅竹馬一練功一練練多久 練了二十年耶 後來啊 李連傑長大 變得鼓打功夫 越來越好嘛 就越來越紅 越來越紅對不對 就在他其實那時候正要紅的時候啊 他生了一場病 然後他的乾媽啊 李連傑的乾媽就跟他講說 你啊 需要沖洗 就是娶個太太 沖沖洗 所以這個人就是最好的對象啦 李青梅竹馬一起長大了這個黃秋燕啊 然後就娶他吧 就這樣結婚了 所以事情來得很突然 這個婚是怎麼結 雙方家長啊 是被臨時通知才來的 也沒有宴客 也沒有那個儀式 都沒有 好簡單 很簡單的 就結了吧 為了沖洗啊 結了婚之後 李連傑 事業真的是 演藝事業越來越不錯 可是呢 這個黃秋燕就是 也是藝人啊 可是沒有什麼知名度 李連傑就想說 那這樣子我把你帶到 我們去LA 就開個小舞館 其實小生活過的是還不錯 而且呢 黃秋燕很快就懷孕了 連續其實呢 是生了兩個小孩 可是在這段期間呢 李連傑因為功夫很好 香港這邊就有片約 他們是在1987年結的婚 88年他就回到香港去拍戲了 蛤 其實這個時候啊 他在拍戲啊 這個時候 黃秋燕在美國過什麼樣的日子 他呢 自己要照顧孩子 哇很辛苦耶 生了兩個女兒 怎麼照顧啊 對 他要學英文 要學開車 要學做菜 要適應那個環境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我覺得很辛苦 可是呢 隨時他又要擔心 他老公在香港 不曉得發生了什麼 他也要擔心啊 因為武打 常常